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儿长大了 父皇母后 今后不用再为我忧心了 雪儿再次发誓 不报此仇 事不为人 你醒了 初恿 征儿 你要去哪儿 小姐 走 征儿 我不求你原谅我 我只求你能让我陪在你的身边 哪怕你不看我 也不跟我说一句话都行 只要能让我守着你 你知道吗 在这个皇宫里面 只要听到别人叫你皇上 我就无法忘记对凤荀犯下的错 还有好多因我而死的人 我对不起他们 正儿 你没有错 是我害你承担这些错 我求你不要再惩罚自己了 就让我独自承受这所有的责难 是我的错 正儿是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你放手吧 如果你能够放我出国 我会感激你的 除非我死了 要不然我不会放手的 你为什么还是不明白呢 你想要的元月城 早就已经死了 爱很简单 生命最美的风景线 是我们相望的双眼 拥抱再近一点 寂寞无言 全世界都可以沦陷 只要有我在你身边 幸福洋溢在心田 你最值得去珍惜 爱你 我们不见你们 不见機 blanc 什么时候 你会认我们 是在这儿 小师父 我给诚儿这么多的痛苦 你那么容易 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弥补正儿 才能让她重新接受我呢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不是该强求的时候 也许是到了应该放手的时候 当初娶正儿的时候 并没有哀意 可是 她的善良 她的单纯 一次次感动了我 她对我的爱更没有缠杂任何的权利和欲望 还有她的关心 她的照顾 也不求一丝回报 你说这样的女人我怎么能放手 我现在已经习惯身边有她 她已经融入到我的生命当中 我已经习惯跟她分享我的人生了 说了半天 你只顾你自己的感受 就算你不肯放手 就算你不肯放手 她就会属于你了吗 她 她现在心脉浩弱 身体一日不负一日 我担心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小师傅 正儿那么坚强 她只要能解开心结 并就一定能好起来的 但是我求你 你一定要全力医治她 若能医治 我怎会不救 但是 对一个心死的人 你让我怎么救呢 殿下 据献报 蒙异国自从新肯寒登基以来 就内乱不断 几个王子之间征战不休 这也是 为什么他们近日 未来骚扰边境的原因 殿下 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 周将军这是何意 末将趁此机会 上表朝廷 出兵去攻打他们 为了赢得此战 朝廷势必要增兵南东关 等我们灭了蒙异国 殿下 就可以此为根基 跟皇上抗衡 周将军所言极实 如果能按此计划实行 相信我重回京师 就指日可待了 不能让你 再来 来 启离皇上 皇后娘娘已经睡了 朕知道 你先下去吧 是 好 最后要将一步 母后的抑郁寡欢是因为 她失去了父皇的爱 可是我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你了 为什么你还是不快乐的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不是该强求的时候 也许 是到了应该放手的时候 我想过放手 我想过放手 但是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怕我一手放手 就会永远地失去你 你看我自己的爱 想把你把你吃掉 我还是要写人之间 你怎么回来 我就是阳光队 我 eigentlich该死的 得废 杜大人 周将军请您向皇生利剑 增兵南东关 你觉得此事可行吗 这南东关和内东关 是我朝廷重要的两个关口 如果能增兵南东关 那么一方面 不仅能削弱皇上的兵力 又能借机拉拢周将军 何乐而不为啊 吴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众卿平身 谢万岁 有事启奏 无事退朝 启奏皇上 南东关首将周龙 承请朝廷增兵 趁猛一国内乱之际 一举拿下该国 臣以为此举可行 恭请皇上准其所奏 皇上 此事要谨慎处置 我朝新皇刚刚登基 百姓需休养生息 此时开战 难免人心不安 蒙一国近来并未侵扰边境 倘若贸然攻打 此事要谨慎处置 请皇上三思 皇上 蒙一国常年侵扰边境 不胜其凡 臣等立主出兵 涌出后患 借此亦可扩大版图 养我国威 臣等请皇上同意出兵 养我国威 臣等不同意出兵 请皇上三思 在乡大人 房威杜剑 说得甚是有理 不过王上淑所言 更切合目前国情 你不认为 不应穷兵独武 以百姓安居乐业 休养生息 这才是王者之道啊 皇上 此事就此定义 众卿勿庸坠续 臣等遵旨 皇上 皇后娘娘她 下雨 囍庸坠续 皇上 证儿 你醒了 风铃 能不能替我完成最后的心愿 你说 什么事 你们需要我再答应 将小兰 赐魂给魏豪 他俩尽头一合 我早该帮他们晚婚的 我答应 不就这个事吗 咱马上办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们的喜酒 你一定能够喝得上 你一定要撑住 你能答应此外 我就了无遗憾了 答应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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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快点 你 晟儿 是 是 你 我的蓁儿 她那么多危难都停过来了 她怎么能轻易地就离我而去呢 不会的 你知道吗 蓁儿是上天派来陪伴我的 蓁儿不会死的 她不会这么轻易地 就死的 不会的 不会的 小师父 你赶紧救蓁儿 小师父 你赶紧救蓁儿 小师父 你赶紧救蓁儿 你来看看她怎么了 小师父 你快救救蓁儿 小师父 你赶紧救你 好 祝你们 老奈子 你赶紧救你 这是老奈子 早些 再说 我自己把这些心放 佩战 你们啊 也有机会重新开始了 先不要高兴过早 如今皇上对我们家心结甚深 这个心结如果不解开 恐怕皇上很难真心对待思语啊 爹 经历了这么多事 您觉得我和皇上之间的心结 还能解开吗 就算人也争死了 皇上也不会真心对待我 思语啊 眼下皇上最需要的就是安慰 你要借此机会多接近皇上 就算不能得到皇上的真心 但你一定 要想办法先怀上小皇子 否则你这些年的辛苦 岂不是白受了吗 我会的 只要能达成目的 委屈求全 我也愿意 嗯 承儿 承儿 我 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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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 舅儿 舅儿 你可以离开皇宫 你可以离开我 只要你活着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舅儿 舅儿 你到底在哪儿 这儿 我今生情人已尽 回去吧 蓁儿 皇上 蓁儿 蓁儿 蓁儿你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皇上 蓁儿 我怎么看不清你 蓁儿 为什么天这么黑 皇上 蓁儿 蓁儿 爹 还可以 你们这 amino success 沈珍 蓁儿 少emic 命 绳 禅酷 安 皇上 皇上 美豪 子歆 怎么不点灯呢 快把灯点上 我要看清楚 我要向正儿赔罪 皇上 皇后娘娘已经过世了 她死了 她不在了 不 正儿她不会死了 她不会死的 她不会离开王太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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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会死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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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向混乱 应该是受不住月争过世的打击 思念成痴了 就算皇上神志涣散 也不会双目失明啊 她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从内心选择逃避 不愿意看清这一切 不愿意看清这一切 而导致 双目暂时失明 蒋师傅 可有一致的办法 心病还需心要医 现在能救她的 只有她自己了 只要她情绪不再受刺激 再稳定一点 或许 就能不要自愈了 老爷 夫人 小姐来信了 老爷 夫人 小姐来信了 老爷 夫人 小姐来信了 岳正总算知道给我们写信了 快 快打开看看 看看戏里说了些什么 好好好 爹 娘 爹 娘 朝廷通告说 爹 娘 你不过来 说岳正因病深故了 你胡说八道 岳正怎么会病故呢 你看看 这是我刚接到她寄来的家书 可这是朝廷 特地加急送过来的 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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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没事吧 爹 老爷 爹 你撑住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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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圈 大嫂 今生有缘 能与你们成为一家人 是我莫大的幸福 一路走来 你们总是在我最无珠的时候 站在我身边 成为我最安心的依靠 岳正惭愧 无法报答你们的恩情了 我久病缠世 恐来日无毒 怕你们担心 怕你们担心 所以未能及时告诉你们我的病气 如果有一天听到我的噩耗 请千万不要回京奔丧 这样女儿在黄泉路上 才能走得安心 人世宛如装生梦的 人世宛如装生梦的 回望前尘旧时 珍儿这一生亏欠的人太多了 你 尤其是爹娘和凶丧 我真的对不起你们 我真的对不起你们 爹 爹 娘 女儿真心希望 你们就在北江田径都市 你家人快乐生活 不要因为我的离去而伤心悲苦 你 如果真的有来世 我还想做你们的女儿 这一次我再也不会任性 我一定会好好承怀西夏 好好报答今生未完的恩情 请试着忘了珍儿 不孝女 愿正高手亲别 珍儿 我的珍儿 你怎么能让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呢 你这个不孝女 怎么这么狠心呢 老爷 云琪说得对 如果你真的心疼珍儿 就别再伤心了 不要让珍儿再为我们难过 不行 我要回京去送珍儿最后一程 我不能让她孤孤单单地离开人世 老爷 爹 老爷 你要是此刻回京 恐怕珍儿 已经入土为安了 我们还是听珍儿的 不要违背她的遗愿 就别去了 就当是为珍儿做的最后一件事吧 爹 乃 大师兄 找我有事 师妹 二十弟又不告而别 岳征也并固了 你在京城 已无可留恋 我们一起回中南山好吗 大师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妹 云翠求见娘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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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算是您想要报仇 也要当筹划周密呀 我要亲手杀了凤林 以报今日之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殿下 老臣心有一计 周将军请讲 据我所知 原家对皇上早有怨言 如今对他更会恨之入骨 如果趁此时机 能够拉拢袁月阙 对殿下主义甚当 这倒是一则两则 月阙的月征一向堂爱 我想他一定不会原谅凤林 这个害死岳正的凶手 殿下与岳缺少爷一向兄弟情慎 当日他还放了殿下一马 应该会愿意答应帮助殿下 他现在掌握着内东关的兵权 如果他能相助于我 何惧大事不成 何惧大事 承儿 承儿是你吗 承儿 凤林 承儿 是 你是承儿 是我 承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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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为我采相珠花了 承儿 你是原谅我了对吗 我原谅你了 承儿 我答应你 我再也不做让你伤心的事了 我们一定要快乐幸福地相守一生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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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儿 你答应我 好 是不是只有我变成了岳正 我们才能快乐幸福地生活 封敏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纠缠下去 那我就这样和你纠缠到老 好 对不起 正儿 爹当初就应该坚持带你一起离宫 今天你也不会孤独至死 是爹爹对不起你呀 对不起你呀 对不起你呀 老爷 周将军来给小姐上香 原许是 原夫人 好 多谢周将军不辞辛苦 赶来为舍妹上香 原将军客气了 还请原许是 原夫人节哀 请 多谢周将军关心 原许是 我身为人臣 本不应该说犯上的话 可皇后娘娘芳华正茂 却香消玉云 怎不叫人唏嘘万息啊 如若不是皇上一意孤行 也不会落得如此遗憾 周将军说得对 对 郑儿会落到如此地步 全都是因为她 要不是她心怀怨恨 贪恋全世 又怎么会惹出这么多祸事 是她彻底上了郑儿的心 郑儿才会走得这么突然 这么凄凉 老爷 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 郑儿现在也是一种解脱 我们就 谁也别怪了 踏踏实实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就好了 爹 娘说得对 如果我们心中只怀有仇恨 那我们的日子 也不会过得自在 我相信 月正的在天之灵 也不会希望我们纠缠在恩怨当中 是啊 但愿皇后娘娘也如原将军所想 才不会含恨九泉 算了 既然郑儿已经去了 再怎么计较 郑儿也不能复生 周将军 请恕我扶桑期间无法设言款待 还请见谅 将军客气了 在下军务在身 不便久留 就此告辞了 管家 替我送送周将军 是 是 管家 今日佳祭 为什么不见将军夫人呢 少夫人有事外出 不在府内 将军请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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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